進入到第三講 我們從第二講開始跟各位介紹這個車站 然後車站沒落 車站沒落以後 當然就是進入到一個新的戰爭的形態 我們說車站它基本上在春秋晚期沒落 所以我們可以說從車站沒落 進入到一個新的戰爭形態 它其實伴隨的也是中國的歷史 從春秋的時代進入到戰國時代 既然戰國時代之所以稱為戰國 當然就是戰爭非常的多 戰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罕見的時期 戰亂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歷史非常的長久 而它對於整個政治社會的影響非常的深遠 在戰國時代我們最明顯看到的一個變化 就是戰爭方式的改變 而這種戰爭方式的改變 導致了軍隊組織與動員方式的變化 當車站的重要性降低 新的兵種開始出現 就是步兵跟忌兵 步兵跟忌兵開始出現 軍隊組織隨之而改變 因為軍隊的組成方式改變了 你動員人民 動員軍人的方式也就發生了變化 那這樣變化也就導致了整個社會結構的改變 這是我們在第三角來跟各位談 我們先用一個戰國時期的藝術品 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戰國時期 軍戰爭方式的一種變化 這是一個銅壺 銅壺上面的紋式 那這是它正面 那因為它是圓的嘛 所以它背面還有一些紋式 就比較不清楚的 就是那個背面的紋式 那我們看正面就夠了 那這一個銅壺上面的紋式分成三層 第一層最上面這個是燕月 就是當時的宴會的一種狀況的 這個把它這個表現出來 然後中間這一層是 這個魚獵 就打獵 你看這邊有鳥啊 然後人在水裡頭抓魚啊 這個是打獵 那我們當然要看的是最下面這一層 就是攻戰戰爭 戰爭圖 在這個戰爭圖裡 它其實它這個圖分成了三塊 非常的有趣 就是它在一個 這個銅壺的紋式上面 它就呈現了三種不同的戰場 第一個戰場是水戰 在這裡 這裡看到的是一個水戰戰場 人划著船對不對 他們不是為了划龍舟 他們不是為了要去打仗 人開始划著船 然後相互在進行水戰 然後水裡頭也有人 在裡頭游 可是手上這個 它身上有帶著武器 所以它表現的是一個水戰 我們也知道這個 從春秋末年到這個戰國時期 我們在文獻上第一次看到了水戰的紀錄 就是軍隊開始乘船來進行這個攻擊 然後在水戰上面畫的是野戰 你看進攻的雙方拿著 像鴿一樣的這種藏兵器相互的攻擊 那最有趣的其實是右邊這一塊 右邊畫的其實是一個攻城戰 層下的人順著梯子往上爬 層上的人用武器 來向層下的人攻擊 請注意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有什麼不同 對 穿的比較華麗 穿的比較華麗 女生 女生嗎 為什麼你覺得她像女生 好 因為她穿的裙子 沒錯 她是女生 你可以看到這上面 你看那個菸樂 這邊奏樂的女性 她們穿的是裙子 這些都是褲子 比較短 短的是褲子 長的是裙子 然後你看到這兩個穿裙子的女生 她們拿的武器是弓箭 弓箭 那這個我們在戰國時期的文獻裡頭 比方說像莫子 莫子也提到了 說婦女守城的時候是用弓箭 那為什麼 因為這個女生 女性大概因為她們的這個 這個利器的關係 她們用弓箭是比較這個 比較適合來這個使用 所以在這一個圖裡頭 她代表了很豐富的意義 第一個是戰國時代有功臣 春秋時代我們說了 你很少看到功臣 因為春秋時代基本上是微臣 微臣讓敵人來屈服 而不是強而有力的去攻擊那個臣 把那臣攻下來 可是戰國時代不是了 戰國時代就是激烈的功臣戰 而在功臣戰的時候 往往是城內的人民都全部被動員起來守城 甚至包括了富民 你可以看到在這張圖上面也顯示 然後第二個就是水戰的出現 第三個是野戰不再看到的戰車 對不對 你看到這個野戰裡頭已經沒有車子了 你看到的都是步兵 我以前在這個鳳山步兵學校受訓的時候 那個學校教官就說這個步兵是萬能兵種 在這張圖裡頭其實你也看到了 基本上這張圖裡頭出現所有人都是步兵嘛 沒有看到戰車有沒有看到激烈 步兵可以用於各種的戰爭水戰 對不對 這個功臣也戰 所以從春秋到戰國 戰場上的最主要的力量就是步兵 步兵開始出現 步兵不只說他開始出現 應該說他居於最 我們應該講說步兵在車戰的時候就有 可是到了戰國時期步兵取代的戰車 居於一個最主要的力量 那同樣的到在戰國時代 我們看到忌兵的出現 可是這個時候的忌兵 他基本上還是居於一個輔助的地位 為什麼 戰國時代的忌兵已經有了馬鞍跟配頭 這是秦始皇逼馬友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這邊明顯的配頭 這邊是馬鞍 所以從逼馬友看到戰國時期的忌兵 已經有了馬鞍跟配頭 我們說了人要在馬背上坐在 大概這兩個東西是必備的 否則你很容易從馬上摔下來 對不起 馬鞍還沒有出現 在這個時候馬鞍還沒有出現 可是我說你有了馬鞍跟配頭 你大概勉強可以在馬背上坐得比較穩定 可以使用像弓箭這樣的武器 或者像隨身短的劍 那如果你要在馬背上使用長兵器 你就必須要有馬鞍 因為你使用長兵器 基本上你要有兩隻手 那你要使用兩隻手的時候 你就沒有手去拉著你的配頭 那也就是說你很容易摔下來 所以你這個時候你在馬上的平衡 完全靠你兩隻腳對不對 那如果你如何在馬上保持平衡 只靠你的腳 那就必須要有馬鞍 在戰國時代因為還沒有馬鞍 所以這個時候的忌兵 他在馬上主要使用的武器是弓箭 而不是長兵器 比方說你曾經聽過的故事 就是說這個戰國時候的趙國趙武林王 為了強化他們國家的戰鬥力 要人民胡服濟舍 所謂胡服濟舍就是穿胡人的衣服 胡人的衣服特色就是短 緊 然後有馬靴 穿靴子 然後便於騎馬 那騎馬為什麼說濟舍 因為在馬上你主要的武器是弓箭 是射 從戰國一直到大概西漢時期 濟兵都是射箭 我隨便舉幾個例子 比方說如果你看史記 劉邦跟項羽的這個作戰 以後有很多的戰爭的故事 其中有個故事是說 劉邦手下有一個胡人 非常會射箭 箭術非常高密 說那個項羽手下的大將 這個出去跟他作戰 就都被那個胡人給射死 項羽很生氣 他自己跑出了陣前 要跟那個胡人挑戰 所以那個胡人看到項羽出來 他就拿起了他的弓箭 要準備射項羽 就是那個那個史記的記載說呢 項羽朝著那個胡人 大吼一聲 然後對他用力的瞪眼睛 那胡人嚇到 就把弓箭丟在地上 然後逃走了 這樣這樣這樣 就這樣故事 就說他會獅子吼這樣 就是說項王瞠目大赤 然後這個胡人就嚇到 不敢跟他打就跑掉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故事裡頭 這個在馬上的這個軍人 他們是對射 主要的武器是射 那同樣的你也聽過 西漢名將李廣的故事對不對 外號叫飛將軍對不對 那李廣最有名的就是射箭 對射這個原備散射 如果你讀過這個唐朝的詩 唐詩 唐詩我小時候讀了一個唐詩說 林暗草金風 將軍夜隱宮 平民徐白雨 末在時能中就是描寫這個李廣的故事說 據說他有一天晚上 出去這個騎了馬出去 然後看到草叢裡頭一隻老虎 他就這個張公去射 然後射了以後 就到了白天以後想要去找那隻老虎 就發現不是老虎 原來是一個石頭 然後他射出一些劍 看在石頭裡頭拔都拔不出來對不對 像這樣的故事 所以他最有名的就是射 然後在李廣的傳記裡頭 還提到了一個故事 所以有一次幾百個漢軍他們出賽 想要去打獵 結果在打獵的過程裡頭 碰到了十幾個匈奴人 那這些漢朝的軍人呢 就仗著自己人多 想要去抓那些匈奴人 就這些匈奴人呢 就射箭 而這匈奴人非常會射箭 就把這個幾百個漢朝的軍隊射跑了 因為他們射不過他 很多人都被射死了 這些剩下的人就趕快跑回去 跑回去跟這個 李廣報告 李廣就說 你們今天很倒楣 你們碰到了匈奴的射雕者 如果你讀過什麼金庸的小說 什麼彎弓射他雕對不對 射雕就是匈奴人最會射 射箭最厲害的就是所謂射雕者 他說你們倒楣了 你們碰到射雕者 他說沒有關係我去抓他 然後那個故事就說 李廣騎著他馬去追那個射雕者 然後兩個人就對射對射 就射到最後李廣射贏了 就把那個射掉的人射死這樣 這樣這段故事 你們看到完全在馬上的這個作戰是 就是對射就是用弓箭射 可是我們看 現在考古發現的東漢的祭兵 你看到 長兵器出來了對不對 在這個 在這個甘肅五威 在這個是大概二十世紀末期 在甘肅五威發現了一個軍官的墓葬 這個軍官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的同座的祭兵有 可是注意馬鄧 沒有看到馬鄧對不對 沒有看到馬鄧 馬鞍有沒有有 配偶有沒有有 可是長兵器 我們再看下面一張 剛剛我們看到的祭兵有 這個是同樣出土的 在五威這個漢幕裡頭出土的 馬的勇 你看很明顯的馬鞍對不對 然後下面 馬鞍下面有墊的 這個應該是布吧 皮之類的東西 可是沒有馬鄧對不對 那這就變成一個問題啊 用這個士兵他沒有馬鄧 他如何來使用這個長兵器呢 他寫起來的話你可以想像 他要使用這個兵器的時候 大概一隻手必須拿握著缰繩 另外只有一隻手可以使用這個長兵器 可是兵器這麼長 一隻手這個可以使用的很方便嘛 對不對 這變成一個很大的疑問 長期以來這個文獻的紀錄是不會告訴你 紀錄什麼時候開始使用馬鞍呢 這文獻裡頭我們是找不到的 那我們只能靠考古 我們就去挖嘛 去挖 看挖 挖在哪一個時代的墳墓裡頭 可以挖到這個馬鞍的這樣的東西 現代的考古 挖到最早的馬鞍 是在這個南北朝時期 在南北朝時期 我們在南北朝的墳墓 挖到了馬鞍 那也就是說 這個在南北朝時期的時候 中國人已經開始有馬鞍 可是這樣的考古 他沒有辦法提供一個準確的解答 就是中國人何時開始使用馬鞍 對不對 因為我們知道考古 你挖到的結果是一個下陷 就是致辭中國人在南北朝的時候 已經有馬鞍 考古不能提供你上陷 因為在那個之前 也許有只我們沒有挖到啊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古物那麼多 我們現在能夠挖到的真是 所謂的滄海之遺宿對不對 所以這是考古的問題 考古的問題 他常常都只能給你下陷 不能給你上陷 那這個東漢的這個五位的祭兵 有人又很麻煩 他這個祭兵用藏兵器可是他沒有馬鞍 明顯沒有馬鞍 這個問題就很難解決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挖到的很多墓葬的這些蛹 他其實是藝術品嗎 他是一個陪葬品 他是他不表示他絕對的寫實 我們知道藝術他有可能寫實 可是他 可是藝術品不一定要寫實 對不對 也就是說做這個蛹的人 做了這樣一個 不管是一個馬蛹是一個祭兵蛹 他不一定要真正的寫實啊 這個馬腿那麼細怎麼可能寫實 對不對 馬的尾巴還可以這樣子捲 你有看過嗎 你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他既然是一個藝術品 他就不是真正的寫實 他也不是為了寫實目的而存在的嘛 也就是說 也許當時的人已經開始用馬鞍了 只是做這個藝術品呢 他覺得這邊掛一個馬鞍很難看啊 不好看啊 然後呢 他也不知道怎麼做一個馬鞍 在這個同... 你要想這邊 馬鞍基本上是在這個位置嘛 對不對 你要把它弄上去 難度很高啦 對不對 很高 因為他就不做對不對 這是我們 現在透過考古想要解決 中國大概何時 出現了馬鞍 因為馬鞍代表了 這個祭兵可以在馬背上使用藏兵器 那我們也知道當祭兵使用藏兵器以後 他的攻擊力就不再像過去 完全只使用弓箭 因為祭兵開始使用藏兵器以後 他攻擊力量變得非常的大 所以最後呢沒有辦法 我們只好再回到文獻裡頭 去看文獻裡頭 記在那個祭兵作戰的那個紀錄 我們剛才講到西漢的名將 李廣對不對 李廣散射 射箭顯然是他最主要的武器 東漢末年有一個名將大家都認識 關羽對不對 在座的絕對都聽過 在關羽當然關羽有好多故事對不對 不管你看三國閻夜 或者你看史書的三國誌 你會看到很多故事 那其中有個故事我想在座 應該都不會陌生的 就是展顏良的故事 那你看一下三國誌 這個史書裡頭怎麼描寫 這個關羽展顏良 他說關羽策嘛 衝入這個袁紹的軍隊的陣中 賜炎良於麾下 炎良是這個袁紹軍隊的主帥 他說炎良當時 因為主帥後面都會有大旗 麾下就是指的大旗 他說賜炎良於麾下 展騎手而還 眾皆披靡 也就是說關羽一個人騎著他的馬 所以他是忌兵對不對 衝進了眾多的敵方的軍隊裡頭 然後殺死了他們的主帥 把他頭砍下來然後再衝回來 然後沒有人可以擋住他 請注意刺炎良於麾下 所以他很明顯是用藏兵器把他刺死 他不是用劍把他射死 所以也就是說 你看關羽展顏良這個故事 你大概知道關羽他是使用藏兵器 而他能做到這一點 大概他的腳下有馬凳 雖然故事裡頭從來都不提 我常常開玩笑說 那個中國古代的史書的紀錄 常常只重視上半身 不重視下半身 所以他都不跟你講 他腳下是不是採用馬凳 所以我們研究就 研究歷史很痛苦這樣 所以可是你從這個故事 你大概我們大概可以這樣說 大概在東漢晚期 紀兵已經開始使用藏兵器 而且這樣的紀兵的攻擊力量非常的可怕 你可以看到關羽一個人 他就可以造成極大的破壞 破壞沒有人可以擋住他 可是這是後來的事情 在戰國時期這樣的紀兵還沒有出現 所以這個時候的紀兵還不具有一個主宰戰場的力量 真正主宰戰場的是步兵 紀兵跟車兵一樣 他們是居於一個輔助的性質 在行始皇的兵馬游泳裡頭 我們也看到了戰車 戰車還在啊 四馬拉一個車對不對 你看看到這樣的車跟我們之前看到的商車 或者春秋時代戰車沒有太大的改變 沒有什麼變化 好所以我們做一點簡單的結論 就是到戰國時期戰爭的規模時間頻繁度 都大為的增加 而在這個時期戰爭的主角是步兵 然後他們搭配著紀兵跟車兵來做 不管在野戰或者工程 主要的這個執行者都是由步兵來執行 這時候的紀兵 由於沒有馬凳 他們只能用使用弓弩 跟這個短的劍 所以他們的攻擊力有限 所以他們不能夠成為主戰的兵種 這個在戰這樣的事實 在戰國時期的文獻裡頭 也這個反應了 比方說在這個六濤 六濤脫明是太公所作 誰是太公呢 就是各位在封神演義裡頭看到的江子牙 太公旺 他在歷史的記載裡頭 他的名字叫太公旺 據說就是傳說中 西州初年的大將 輔佐這個武王滅殤的這個重要的軍事人物 所以這個六濤就脫明是這個太公的作品 可是我們大概不相信 不認為他是這個 西州的作品 我們認為他是一個戰國時候作品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裡頭的文字 我們很容易了解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去看西州時期的這個文獻 比方說上書 那裡頭的文獻都是 那個字句是非常非常難懂的 可是戰國時期的這個文獻 這個相對而言就比較口語了 比較容易了解 比方說你讀孟子 孟子一開始打開對不對 孟子見梁慧華 王王曰 手不遠千你而來 並將有利於我國乎 對不對 你不用老實解釋 你都知道他在說什麼 對不對 其實同樣你看這個六濤的文字 比方說六濤講到戰車 他說車者君之羽翼也 所以陷堅正邀強迪遮走北 有點困難 可是不是那麼的難懂 對不對 他說戰車是什麼 戰車是軍隊的羽翼 軍隊的翅膀 那你知道的羽翼 其實就說就代表 他居於一種輔助的性質 他不是主體嗎 鳥的主體 是他的軀幹 然後翅膀是一種輔助 對不對 他說是一種輔助的工具 他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麼呢 陷堅正 敵人步兵擺出堅強的正式 然後用戰車去衝 去想要去 就可以 有的時候你可以這樣 然後用戰車去破壞敵人這個 不好的正式 然後邀強敵 所以對抗那個 那個正式很堅強的敵人 然後另外一個功能呢 是什麼遮走北 敵人要逃跑的時候 你先把戰車 開到他們要逃跑的路線 然後把那個戰車停在那裡 把馬帶走 對不對 去阻斷敵人的逃亡的路線 戰車是軍之羽翼 然後祭兵是什麼 軍之四猴 就是主要的功能是偵察 因為祭兵非常的靈活 所以他可以到處的這個運動 然後去偵察敵人的行動 然後他還有什麼功能 他說總敗一軍 去追擊敵人 決良道 然後去攻擊敵人的運輸部隊 我們說過這時候的祭兵 因為攻擊力有限 所以他大概很難去什麼 要強敵啦 可是他可以去攻擊那個 武裝力量最薄弱的運輸兵嘛 因為我們知道軍隊裡頭 最容易被攻擊的其實就是運輸兵 因為他完全沒有 其實基本上沒有什麼武裝力量 還有什麼 急便扣 去打擊那種小谷的 已經被打散的敵人 小谷打散的勢力 好 這種 所以在六套裡頭很明顯的 就告訴你的車跟技 都是軍隊的一種輔助的角色 那在史記裡頭 我們也看到 當戰國時期的軍隊的組成 比方說 史記記載 在戰國末年 趙國大將的李牧 趙國大將李牧的部隊 李牧部隊組成是什麼 他說 選車得千三百勝 選技得萬三千匹 百金之勢五萬人 骨者十萬人 席樂席戰 比如說他軍隊的主體 是所謂的什麼 百金之勢五萬人 跟骨者十萬人 這兩個 加起來十五萬人應該都是步兵 然後搭配一千三百輛戰車 跟一萬三千匹的技兵 一萬三千的技兵 那另外一方面 你剛才看李牧的資料裡頭 你大概也會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軍隊數量的增加 這個軍 他的部隊的數量已經 這個至少十幾萬人 大概要接近二十萬人的這樣子 這只是一支軍隊 對不對 所以 隨著整個軍隊組成方式的改變 他產生的影響其實很大 就是說新組成的這樣的士兵 他是由擴大征兵 透過擴大征兵 然後所產生的這樣的一個結果 而這些由真兵而來的士兵 他們會有不同的任務 但他們的身份基本上是平等的 他不像在車戰的時代 在戰車上的甲氏 往往是貴族 在戰車下的協同作戰的步兵 大概就是所謂的國人 對不對 也就是說現在的軍隊 他們已經不太有傳統的貴族 與平民的差別 這種軍隊的組成 是透過普遍的征兵而來 戰國時代的政府 他們授田給農民 他們讓農民 農民開始擁有私人的田地 中國土地的私有化 開始在戰國時期出現 政府把原來屬於貴族 屬於政府的田地 給了農民 那農民付出的代價 就是他們要被征集來作戰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從原來從事農耕的農民 就轉而成為戰場上的主力 因為戰爭越來越頻繁 軍隊的數量不斷的增加 使得政府必須與農民 作為戰場上的主力 那當農民成為戰場上的主力以後 我們看到的一個現象就是 在戰國時期的文獻裡頭 開始出現了一個有趣的觀念 這個觀念是農耕要跟軍事的訓練合一 也就是說這個觀念是說 當農民在從事農耕的時候 他們就在進行軍事訓練 我想這個觀念其實還滿值得來研究一下的 你想說我們現在要訓練軍人 就是讓他們先去耕田 大概沒有這樣的觀念嘛 好我們來看幾段文獻的記載 這種強調農耕跟軍事作戰結合的觀念 在戰國的好幾種文獻裡頭都出現了 我們給各位看的第一個例子是館子 館子脫迷是春秋時奈大政治家館仲的作品 不過我們大概也不認為它是一個春秋的作品 而是一個戰國時期的作品 在館子裡頭他有這樣的一段話 他說館仲跟齊歡公說 這個館子裡頭這樣記載 他說館仲跟齊歡公說 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 得人之心而為濟 他說你治國要得天時要得人心 然後要以法令為維綱立為王谷 王谷是什麼 王谷就是捕魚的工具 王谷就是捕魚的那個王子 他說你用法令來作為一個規範 然後以官吏作為實際控制人民的工具 那具體控制人民的手段 則是什麼 食物以為行列 什麼叫食物 食物在中國的古文獻裡頭指的就是軍隊的組成 什麼是食物 就是以五進衛或者以十進衛來組織人民 那為什麼軍隊的組織是以十進衛或者五進衛為原則 因為很簡單 如果各位背過九九懲罰表 那九九懲罰表為什麼叫九九嗎 因為有一個 本來一到十應該有十位數對不對 可是有一個你不用背 他不在九九懲罰表上面 那個就是十二十三十四十對不對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你再沒有概念再沒有知識 可是我跟你講五進衛或者十進衛你都可以算 你說我叫你二進衛四進衛六進衛 你沒有被九九懲罰表你就慘了對不對 沒有辦法算出來 可是任何人大概跟他說我要五進衛跟十進衛 都可以嗎 大概不會有問題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軍隊的組成 在中國以五進衛跟十進衛為原則 因為軍人來自這個各個階層 特別是到戰國時代對不對 這個擴大征兵 很多人他其實沒有什麼概念 沒有什麼知識 可是你要他算這個五跟十 他絕對可以算得出來 十跟五是最簡單的 你要組織這些人 是最簡單的一種方式 所以在中國就是產生這樣觀念 所謂的十五指的就是軍隊的組織 所以管子就是說 我們要以軍事的方式 來把人民組織起來 賞諸為文武 透過賞跟罰 這種賞是文 罰是武 罰是這種軍事暴力 所以他是武 透過賞跟罰的兩種力量 讓人民聽話為我們所用 然後接下來他說 散農具當器界 耕農當工戰 他說我們要讓人民去把他們的農具 整理得很好 因為這些農具就可以作為戰爭時候的武器 他們在從事農耕的時候 他們就在練習作戰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個大家的下文把它說得更清楚 他說因為推引跳路 以當賤己 他說呢 跳路呢 就是這種翻土除草的工具 他說他們在使用跳路的時候呢 就好像在用賤跟己 披梭以當鎧如 他們穿梭衣就在穿盔甲 舉例以當盾 他們頭上戴的斗力把它拿下來 就變成盾牌 故耕氣具則佔器被 農士席則公佔僑乙 所以他說只要有農具就有武器 那混了農士就會作戰 也就是說在這裡出現的是一種 把農士等同於軍事訓練 農氣等同於兵器的概念 我不知道各位現在看到這樣的文字 會不會覺得很荒唐 可是在戰國時期 不是只有管子這一本書 出現了這樣的概念 在太公六濤裡頭 他有一篇就專門講的就是農氣 農氣 所以一本兵書 我們知道六濤被定位為中國的古兵書 重要的古兵書之一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說太公桌公佔首益之巨 盡在於人世 他意思是什麼呢 他說所有我們在戰爭時候 要用到的這些器具 它其實都存在於我們日常生活之中 盡在於人世 人世指的是日常生活 壘士者其馬其禮也 壘士是什麼 壘士就是那個 像把禮一樣 那種尖尖可以來翻土的東西 他說你把那個尖尖可以翻土的東西把它轉過來 它就變成 這個阻礙馬匹前進的這個鐵機靈 就是這個尖尖的東西會刺到馬的腳 然後讓馬沒有辦法前進 馬牛車與其營壘必奴也 馬車牛車呢就可以拿來像當成這個營壘 拿來作為防禦之用 這個大概可以想像 你如果看過西部篇那個棚車站的那種概念 除饒之巨 毛吉也 其毛吉也 除草的這些東西就是毛跟吉 縮宣登立 其甲咒也 身上穿的縮衣跟斗立 就是盔甲跟這個頭盔 取插斧具儲舊其工程器 就比較大型的那些農技 像儲啊舊啊 斧啊 鋸啊 是拿來工程的武器 然後底下又說 牛馬所與轉書糧也 牛馬可以拿來運輸 雞跟犬可以伺候 雞跟犬可以拿來偵查 夫人之刃其驚騎也 婦女去仿之墓地是做驚騎 丈夫平壤其工程也 男生平常在整地 就是在練習工程 然後底下講的 因為他說 春發草籍其占車記也 下入田愁其占步兵也 這什麼意思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春天去除草 就是在占車記 夏天去整地 就叫做占步兵 這個 曾經有同學跟我說 他說他覺得 因為這個除草的動作 像砍馬腳這樣子 我說你很有創意 可是我不確定 這是不是六套作者的意思 然後底下比較清楚 底下說 秋逸心和其糧食儲備也 冬時昌領其堅守也 他說秋天你收成的東西 就是拿來儲存到 儲存糧食到暫時所用 冬天呢 你去讓倉庫充實呢 為了將來可以 這個堅強的防守 即便是兩千年前 這樣的概念 是真實的還是虛幻的 就是說在這裡的概念 你看到的是 他把人日常生活 我們知道這個兩千年前 大概中國是一個農業為主的社會 對不對 他幾乎把人所有日常生活的物品 甚至他們日常的活動 全部賦予一個軍事的意義 而這樣的賦予 說實在 我們現在不太能夠理解 比如比方說我剛才說 什麼春發草雞 為什麼是戰車 車技對不對 下入填酬 為什麼是戰步兵 可是在這邊 我們有一個東西很懂 就是在這邊所有提到的東西 大概就是農民在日常生活裡頭 會使用的 以及他們會去做的 對不對 婦人會去織布 男人要去整地 對不對 然後他們會養牛馬 會養雞犬 對不對 可這些所有的東西 都被賦予了軍事的意義 因為這邊的所呈現的一個概念 就是兵與農的完全的結合 不是嗎 這個所有農事的 跟農事相關的東西 我都可以把它賦予一個軍事的意義 或者軍事的目的 我們如何來看待這樣的文字記錄 我們說過了 這不是只有在一個文獻出現 它其實在好幾個文獻裡頭都出現這樣 這個概念 只是內容詳略有益 這個概念值得我們來思考 對不對 為什麼在兩千多年前的中國 當時的知識分子 這些掌握知識的人 他們有這樣的理念 你們覺得兵農合一是可能嗎 可能 有同學點頭 所以同學似乎認為 這個兵跟農這些 我當然 我也可以想到一些例子 比方說 這個美軍跟伊拉克作戰的時候 伊拉克政府 宣稱他們的農民 用萊埔槍打下了阿帕契直升機 這樣 就比方說這樣的例子 對不對 這張例子似乎有點極端嘛 因為好像只有那個例子 我們其實也不確定那個直升機 是真的因為被萊埔槍的子彈打到了 還是他不小心自己掉下來的對不對 這樣 可能那個駕駛員一閃神 然後直升機掉下來 只是在直升機掉下來的同時 農民剛好開了槍這樣 所以他就認為那個直升機掉下來 跟他的開槍有關係 好 有沒有同學 發言一下你覺得呢 不管你認為兵農合一可不可能 是 我覺得是可能的 因為那個時候的士兵應該也很不專業吧 就是稍微收過訓練的農民 所以讓普通農民跟他們打 應該戰鬥力也差不了多少 好 OK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既然在那個時代 他們是大量徵召這個農民去上戰場 所以他在事實上就是把一些未經 沒有什麼專業訓練的農民 把他們收到戰場上去 所以這些人本來就也無所謂軍事專業可言 所以他們平常會的 然後就是用這些概念 然後就去上戰場 所以你的意思是這樣對不對 好 OK 好 那有沒有同學要支持 或者這個 很好 我覺得同學說 或者你要反駁 或者你有不同的想法 是 因為打仗就是基本上都是難盯嘛 那種田跟田是難的 那如果人口有限的話 當然這兩個使用的人 就是配合一定是重 一定會有大部分的成員 對啊 那如果就是你遇到戰事的時候 你就是有點像 就是現在不是也有那個 這個叫做後備軍人 對 就是差不多那個概念 所以他們可以做就是迅速的轉換 好 我覺得兩位同學剛才講得都很好 我覺得 可是我的疑問是這樣子 好 我覺得兩位說的都很有道理 就是說因為當時的現實就是如此嘛 好 政府為了應付戰爭 所以他們就把這些農民 其實去迫使這些農民上戰場啦 好 其實孔子是反對這種事情嘛 就讀論語裡頭 孔子不是有說嗎 不教而戰為之 為之殺 對不對 他說你把那些沒有經過訓練的農民 然後去上戰場 其實就是在殺他們嘛 對不對 那孔子會說這樣的話 其實他反應的是什麼 當時已經開始慢慢有這樣的事情 對不對 就是為了臨時戰爭的需要 就把這些沒有什麼訓練農民 把他們送上戰場上去 對不對 雖然孔父子覺得不好這樣 可是顯然是現實上有這樣的事情 對不對 我覺得沒有錯 然後我想我們大概可以這樣子理解 就是在戰國時代 政府的確是做這樣的事情 他們把這些農民送上了戰場 可是我個人的懷疑在這裡的是 你把農民送上戰場 可是不表示他們真正是使用他們的農具啊 就是說我認為他們上戰場 恐怕不太可能真的就穿著縮衣 然後自己以為說 你可以想像嗎 穿著縮衣上戰場 人家劍射過來 你還是會死掉嗎 就說我這個 當時就有白臉腳 然後每一個人覺得穿著縮衣 就是神功護體這樣子 敵人的地 這個弓箭都射不進來 對不對 我說小愛不太可能 對不對 就是說 他說沒有錯啦 你動員農民上戰場 可是你在現實上 你也不可能說這個 說你真的就拿著你的農具去 敵人拿著是武器 然後你的軍隊 就是他們拿著農具去跟敵人打 然後你會打得贏對不對 雖然這個孟子也說這個 赤白亭以他肩甲立兵 可是這個畢竟是一種概念 而不太可能是實際啊 說這個孟子說 他說如果你國軍是得民心的話 那個人民會為你作戰 即便他們手上拿著木棍 也可以跟 擁有強大武器精良裝備的敵軍來作戰 對不對 可是這個我們都想到 這個只是一種 一種說法 他在現實上恐怕還是很難嘛 對不對 所以我其實我真正的疑惑是在這裡 就是說 如何在現實上 把這個根器器則戰器備 這樣的觀念在落實 這是我的疑惑 你如何在現實上說 這個除饒之具就是毛擠 別人用毛擠 你用除饒之具去跟人家打 是可能會贏嗎 對不對 這是我真正的這個疑惑 可能兩國的那個先鋒都是農民 然後先 就是兩團砲回來再互打 兩團砲回來再互打 後面可能是正規軍 好 就是說這個 這個我想 我想你說的 也許就是說 這也是另外一個可能就是說 可能雙方都動員農民 雙方都沒有這個肩甲立兵 所以大家就是 有這樣的可能就是說 這個大家都是動員農民 然後農民就拿他們可以用的東西都去打這樣 那這個雙方實力相當嘛 所以最後 最後又不存在著我剛才的疑惑 我們沒有證據 所以我們不太能夠這樣的解釋 可是如果我們看這個秦始皇的墳墓 那些兵馬俑我們看到的秦國的軍隊 他們顯然不是在用農具不是嗎 對不對 是 他們有定期的訓練嗎 就比如說秋冬沒有那麼忙的時候 然後就去就是 就是充實這些訓練 讓他們習慣拿那些長兵器 我想是有他們有這些訓練 在現實上應該是有 可是在這樣的文獻裡頭你看不到 對不對 我想在現實上 就是你既然要動員農民上戰場 你應該是會讓他們充實一些軍事的訓練 就是說我先把我剛才的話講 我說你去看兵馬俑裡頭的秦國 如果我們認為兵馬俑是寫實的話 假如我們接受兵馬俑是寫實 你看到秦國的軍隊他們是有非常專業的武裝 他們的武器不是龍軍對不對 絕對完全沒有龍軍對不對 所以我們認為在戰國時代 專業的軍事訓練一定是存在 否則你怎麼會使用弩呢 怎麼要使用弓箭使用弩對不對 可是在這樣的文獻裡頭 剛好你看到的是一個相反的東西對不對 就是說好像你看這樣的文獻裡頭 專業的軍事訓練完全不存在喔 你看到的完全是非專業的東西 就是你平常就去耕田啊 這個紡織啊做你該做的事情 然後你到這段時間就可以做這樣 我覺得非常的怪 好我先把我剛才的懷疑跟各位說明 然後我們再往下讀好不好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龍器這一篇 他最後講什麼 我們剛才讀到東石昌領其間首也 他後面說什麼他說 田裡香武其約束福信也 李有利官有長其降帥也 在我的感覺裡頭我認為真正的重點在後面 為什麼這樣說 好我們先阻一下他說什麼 他說田裡香武 他的意思就是說在鄉村裡頭 我們要以五家為單位 把這些農民家庭全部組織起來 好然後組織起來的目的是什麼 約束福信就是我們要 讓牢牢的控制他們 讓他們被政府所控制 李有利官有長 好每一個李有官吏 然後這些官吏呢 做什麼呢他們就是暫時的降帥 平時我們要嚴密的基層的組織 把這些農民都控制起來 暫時到了暫時 平常統治他們的這些官吏 都帶他們上戰場 李有周圓不得相過 每一個村裡他有牆 為什麼要有牆 限制人民移動的自由 限制人民移動的自由 這些人民要被牢牢的掌控 不能亂跑不能遷徙不能移居 為什麼其對分也 因為如果你隨便亂跑到了 我戰爭的時候我就找不到人來當兵 我戰時候的軍隊就 的基層組織就亂掉了 就我要讓你不能亂跑 因為為了對分 我為了我軍事動員的方便 跟軍事組織的需要 然後底下說 書書取仇其領庫也 春秋製成鍋 修鉤曲其戰雷也 所以他說人民平常要 要省吃減用 要充實倉庫 然後要注意修竹成鍋 跟鉤曲為了這個 到了戰爭的時候可以有效的防禦 也就是說當我們讀到後面的時候 我們可能也許可以說 可以做這樣的解釋 我不知道當然各位 不一定要完全接受我的解釋 因為在這邊是一個 呈現的概念是有點複雜 就是說我個人的詮釋是什麼 我認為在這個前面 他六湯的作者把整個農業的活動 農民的生活賦予軍事的意義 他的目的其實是為了後面的這個概念 他把農跟兵結合 他的目的其實是合理化 政府對於人民的嚴厲的控制 嚴厲的控制 這個控制是什麼 就是李有利 這個田裡相舞 然後李有利官有長 李有周圓不得相過 政府透過嚴密的基層組織 把人民牢牢的掌控 剝奪人民的自由 然後同樣也暗示的是什麼 在這裡暗示的是 人民所有的一切 都可以因為戰爭的需要 而被政府動員 我戰士有需要的時候 牛馬對不起都我的 因為我要運輸 這機權也是我的 因為我要伺候 你仿製的東西也都是我的 因為我要做經濟 對 就在我看起來 這邊呈現的概念 其實相當的可怕 我們都知道戰國時期的文獻 基本上都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來說話 因為在那個時代裡頭 擁有知識的人 絕大部分都屬於統治階層 在那個知識非常非常不符記的時代 因為為什麼不符記 因為書寫工具非常的原始 所以知識只掌握在少數人手上 而這少數人基本上就是統治階層 所以這些文獻的作者 基本上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來說話 他透過賓農的結合 他其實在宣揚的是一種理念 這個理念就是說 農民要為政府來服務 農民的一切因為戰爭的需要 都可能為政府所徵用 你的農具我可能要把它增掉 因為我覺得這個農具可以拿來做武器 你的飼養的牲畜 我也到戰爭的時候我可以把你增掉 因為我可以為了軍事的什麼運輸 偵查的目的而存在 你的紡織 你富人辛苦紡織的成果我要把你增掉 因為我要拿去做經濟 你的一切我都是我的 你的一切都是統治階層 而統治階層呢 又建立一個觀念就是說 這些農民要被有效的控制 目的是什麼 為了戰爭動員的方便 所以我認為 在這些戰國文獻裡頭出現這種 農事等同於軍事訓練的 農器等同於兵器的概念 他不表示當時戰國的軍隊 他們是使用農器來作戰 我不這樣認為 至少我們看到的資料都不是這樣子 他們是用真正的武器 長兵器 割擠短兵器 刀劍弓 這些武器來作戰 他們身上穿的是製作精良的甲皺 你從秦索王的兵馬有 然後就可以看到 他們身上可沒有穿縮衣不是嗎 對不對 那可是為什麼 在這個同時會出現這樣的概念 其實這個概念在我看起來 他只是在對統治者傳遞一種訊息 什麼訊息 就是這些文獻在教導統治者 要嚴密的控制農民 要嚴密的控制農民 要嚴密的動員農村的一切 做為軍事之所需 所以其實你可以想像在這個時代裡頭 的農民相當的辛苦 相當的辛苦 他們被嚴密的控制 為了政府作戰的需要 而為達到這樣的目的 為了達到我們剛才說的這樣的目的 一種新的行政組織開始被設計出來 為了達到嚴密控制農民 以便進行軍事動員需要的這樣的一個目的 我們看到戰國時期出現了一種 新型態的行政組織 這種新型態的組織 他的目標就是達到兵龍合一 做具體的做法是讓行政組織跟軍事組織完全的配合 那這樣的概念 我用國語裡頭記載的管子的思想 來做為一個代表 但這裡的管子思想是不是真的代表這個春秋時代的管仲 這個當然是可以商榷 很多爭議 一般來說我們不認為 我們認為這反映的是一種戰國時候的概念 在國語裡頭記載管子對齊桓公說 他說治國的原則是什麼 做內政而繼軍令 他說你整個國家內政的需要 內政 對不起 國家內政的設計 都要為了軍事目的而來規劃 你要怎麼設計你基層的行政組織 你是為了軍事的需要 怎麼來做 管子於是治國 他說規定是什麼 他說五家為鬼 鬼為之長 整個國家最基層的組織 是以五家為單位 五家為單位構成一個鬼 然後每一個鬼有鬼長 使鬼為禮 禮有絲 你看到來五十五字的概念 出現了嘛對不對 五十對不對 五家為官位 是一個鬼 五十家是一個禮 四禮為連 所以他是這樣子 五五十 然後兩百對不對 四禮為連 然後有連長 十連為鄉 鄉 鄉有良人 然後 然後兩千對不對 好 這是基層的行政組織 分成這四集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 從五 然後五十兩百到兩千 然後他接下來就說 以為軍力 為什麼做這樣的規劃 其實目的在後面 目的是為了軍力 五家為鬼 故五人為武 鬼長率之 這五對應的就是這個 戰爭時候的 軍隊的基層組織 五 軍隊最基層的是 以五個人為單位 然後順著這個下來 就是五十人 兩百人 兩千人 對不對 你看到他底下就說 所以 十鬼為禮 故五十人為小榮 然後五的上面變成小榮 李有思率之 四禮為連 故兩百人為族 連長率之 十連為鄉 故兩成人為旅 鄉良人率之 好 接下來的 就組織 軍隊組織就變成小榮 好 然後 組 然後 旅 好 行政組織與軍隊 軍隊的組織完全的 符合 基本的理念是什麼 一家出一人為兵 你看到這邊 一家出一人為兵 所以 五家就會有五個人 五十家 五十個人 兩百家 兩百個人 然後 最大的軍事組織叫做 軍 是一萬人 因為五個旅 再構成一個軍 所以是兩萬 然後 這個一萬人 那這個軍是由誰來領導 五鄉之率率之 有五個鄉 然後這個五個鄉 上面的最高的領袖 就變成軍的統帥 那請注意 最後又出現了一句關鍵的詞喔 內教繼承令物始千禧 沒有 剛才跟那個六湯裡頭說的 李有周圓不得相過完全的符合 這種設計 一設計以後 人民就沒有自由了 人民就被剝奪了 剝奪千禧的自由 因為你一千禧我這個組織就亂掉 我戰爭的時候是找不到有人打仗 你不可以亂跑 你不可以亂跑 所以這種思想的核心我把它稱之為 以軍領政 就是為了軍事的目的 來設計政治組織 來設計行政的組織 因為軍隊的組成是以十五為概念 所以行政組織的規劃也就變成十五為概念 這樣的理念在戰國的好幾個文獻裡頭都出現 杜仁仙先生做了一個表 你可以看到 除了祈禦之外 像在小匡 大司徒 穗仁 大司馬 王夫等不同的文獻裡頭 你都可以看到這樣的理念 這些理念的規劃有一些差異啦 你可以看到這個表上面所畫的那個 這個組成的方式 這基本上都是五啦 第一最第一集都是五 然後可是後面的禁集方式有一些改變 第二集可能是二十五或者是三十 可是基本上你看到它的概念都是 就是以五為基礎 五加為基礎 然後按照五禁位 十禁位的理念把它組織起來 那這個我不需要多說這個表 因為這只是一種理念 我們不需要去背啊 說什麼什麼五十書 對不對 怎麼去組成呢 我想那個沒有什麼意思 我只是跟各位講說 這樣的理念在戰國時期非常的盛行 那很明顯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理念 是因為軍事的需要 這個概念寫起來很順啊 五 五十 兩百 兩千 我們就以這個國語記載這個管子這個概念為例 國家的基層組織方式很簡單 五 五十 兩百 兩千 對不對 可是請問在現實上做得到嗎 你想像一下好 比方說不管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啊 你住在那個什麼 這個學生宿舍啊 或者你在外面租房子啊 或者你住在家裡啊 不管你家裡住在什麼地方 住在這個比較人口稀少的農村 還是相對於這個非常擁擠的台北市的那個大廈裡頭 請問你說我來搞這樣的東西 就是說我現在要把這個我們家附近的人 按照這個五家 然後五十家 然後兩百家的概念把它組織起來 你覺得這可能嗎 不太可能 為什麼為什麼它不太可能 因為它太機械了 對不對 這種機械的概念寫起來很容易啊 我們寫在黑板上很簡單 我們把時空推到兩千年前 兩千年前的中國 當然它人口不會非常密集 當然雖然有一些大的城市 可是人口不會密集 在一般的鄉村裡頭 在一般的農村裡頭 聚落是沿著河流來分布 為什麼聚落的分布是依著河流來進行來分布 生活耕種最重要的東西是水 因為當時沒有自來水 打開龍頭水就跑來 那種事情對不對 水源是最重要的 人沒有水就活不下去 所以分布一定是按照水源 那一個聚落會有多少人口 它有什麼來決定 它有多少的水夠大家活 它附近的土地可以生產多少的東西 夠大家吃對不對 也就是說聚落的分布 它不會按照五五十兩百的概念而形成 對不對 我們可以想像不可能嘛 聚落的形成一定是按照自然的條件 對不對 這個地方它自然條件可以養活多少人 大概人數就這麼多了 你要它多也不太可能 你要它少也不太可能 對 那各位可以想像到 也就是說每一個聚落 它不可能是說這個聚落就 就是一定是五十個人 這個聚落一定是兩百人 它可能這個地方住了三百一十個家庭 這個地方住了五十個家庭 這個地方住了四十一個家庭 這是自然而形成的 而且經過一段長時間 它一定是長時間形成的嘛 對不對 聚落 除非你說我今天去開墾一個新的地方 我才可能按照政府的設計說 我就是 我把五個家庭丟在這裡 然後讓它去開墾 然後這個地方我丟五十個家庭 讓它去開墾 這個地方我丟兩百個家庭 讓它去開墾 對不對 否則自然而形成聚落 它絕對不可能符合這個五五十兩百 那絕對不可能符合對不對 那好啦 如果各位你是一個縣的長官 上級丟了一個秘密說 我們現在推行一個新的制度 請你以五家為鬼 十鬼為禮 四禮為連 十連為鄉的這個原則 去把你管轄下的這個地區的人民 這樣組織起來 請問你要怎麼辦 嗯 許保 許保 好很好 你很有前途 許保 好就是你規定規定規定啊 我按照你的規定來做 就是說我就過了 比方說過了半年 我跟上級報告說 好我們現在我轄下的人口有多少 然後他們然後他們組成了多少個鄉 組成多少個連 多少人割好個禮對不對 好 那至於這些鄉禮是如何的組織起來 好這個不會跟上面講嘛 好 就是說那我怎麼把他們搞出來的 我也不需要跟上級解釋啊 因為我不需要寫一個很長很長報告 因為這當時也不太可能對不對 好的 當時書寫工具很有限 然後不會寫太多的東西對不對 我就跟他爸爸說我都組織好了就這樣子 好很好 那還有沒有還有沒有還有沒有其他辦法 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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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盡量朝著這個五、五、十、兩百的方向來進行 好 很好 還有沒有還有沒有別的可能 是 就是每個居留選出一個負責人 然後對付他們自己處理 然後如果不能整出的話就又是當後輩 因為總有一些家庭到時候會是戰爭死光了 所以就這樣要後輩進來 好 剛才同學一虛一食 對不對 然後剛好折衷的說法出現了 就是我盡量去做啦 好 那具體的做法是什麼呢 我把壓力往下面給 對不對 就是說我是現級的單位 然後上面來 這個要求我 那我就把這個工作再往下面推 推到我的下級去 跟他說 然後那個誰 你去搞一個這個箱 兩千架 你要怎麼搞隨便你啊 看你要把哪些聚落化成你這個箱 你自己去想辦法 然後你反正最後化成了兩千箱 然後告訴我就好了 好 然後呢 那個負責畫一個箱的人呢 就再去找一個人說 好 你去給我找幾個人來說 你每一個人去負責兩百家 變成一個連 對不對 然後你把這些連規劃好了 然後跟我報告就好 那具體的做法怎麼辦 隨便你 就是說這第三種選擇 就是說我不敢虛報 那我實質去推動 看來也困難重重 那我怎麼辦 我把壓力往下面壓嗎 我作為領導者 我就把所有的事情 推給下面 上面給我原則 好 我再把這個原則轉給下面 對 然後下去去做 OK 好 所以我們現在有三種做法對不對 那大家覺得哪一種會比較成功 我們先說虛報啦 虛報有沒有可能會被抓到 想一想兩千年前啦 不要用我們現在的概念啦 不會被抓到 因為沒有人會來查核 可是上級都不查核 那他推動這個政策目的是什麼 為什麼你認為上級都不會查核 因為你認為當時的現實的條件很難去查核 這我也承認啊 查核不易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推動這個工作總有他的目的嘛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他的目的不是說得很清楚嗎 以為軍力嗎 也就是說推動這樣行政組織重劃的目的 在於戰時的動員嗎 就是說我跟你這個縣長說 你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對我上級而言我最考慮的是什麼 最考慮的是你在戰爭的時候 能不能快速的動員 動員到你這個縣應有的標準 就是說你以這個 武小榮族旅的這樣的一個組成 去組織我要你組成到的軍隊 對不對 其實上級最大的考慮是這個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說了這樣基層設計的目的 是配合軍事 好 所以這樣的軍政跟民政組織合一的這種做法 我們說他在執行面固然有其困難 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的落實 可是在當時的時空環境裡頭 這樣的概念被認為是可行的 所以正常我們看到在秦國 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 他們的確是把這種以軍領政的理想 在落實到具體的行政上面 西元前356年 張央開始變法 張央的變法基本上是一個 以軍事為核心的改革運動 以軍事為核心 整個變法的核心就是在於強兵 我們可以講說 既然變法的核心是強兵 所以他基本上的規定都是圍繞著軍事議題來進行 比方說三強變法以後秦國原有的貴族體制被廢除 貴族體制被廢除 然後貴族體制廢除了 是不是所有人都平等了 其實並沒有 任何一個社會絕對不會有 都沒有絕對平等的社會 社會裡頭其實都是高下階級 貴族過舊的貴族體制 還另立一個新的貴族體制 這個體制就叫做二十等絕制 從最低的第一等到最高的二十等 你如何可以取得絕制 你按照基本上是按照你戰場上的戰落 軍功來設軍 那有絕位的人有什麼好處呢 有絕位者 也就是說你在戰場上立功 你就可以取得任官的資格 你可以當官 不是說所有的有絕者都可以當官 可是當官者一定要有絕位 並且可以按照你絕位的高低 分配土地房屋跟努力 在沒有戰爭的時候 有絕位者不需要負擔搖曳 沒有絕位的人要為政府服搖曳 可是你有絕位你就有特權 甚至在犯罪的時候可以以絕底罪 你犯了一些法 可是因為你有絕位 所以政府可以給你特殊的設備 我們可以想一想在一個社會上面 這個人會去爭取的 追求的 好處 爭取的東西 大概不外乎第一個權利 對不對 第二個 財富 第三個 立位 第四個 特權 對不對 在這個社會上 大家也是這個常常人說這個 天下息息皆為立往 天下癢癢皆為立來 對不對 天下是人息息癢癢 就是為了名利啊 權利啊 這些東西 那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二十等絕制下的 勤國社會 有絕位者 全部都有嘛 只有你有絕位 這個你想要的大概都有了 任官的資格 權利對不對 土地房屋奴隸 財富 在當時的社會裡頭 土地房屋奴隸 就代表財富 不像我們現在是 看你什麼 持有多好股票啊 對不對 那個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的 財富就是這樣來判定的 獨作戰時 連除搖曳 是特權 對不對 當然 別人要服搖曳 你不用服搖曳 代表的是你地位高人一等 然後犯罪時可以以絕底罪 這個 這種特權 當然更是 一種身分的象徵 所以也就是說 只要你乖乖的上戰場去立了戰功 政府給你的回報 可以說是非常的這個優厚 對不對 只要你能夠立了戰功 政府就給你非常好的回報 好 當我提示社會上還是有一群人 這個 他就是這個富貴不能贏 威武不能屈 貧借不能移 對不對 你給我很多的回報 可是我還是不想上戰場 那這種人是不是就可以免除當兵的 這樣的一個責任呢 答案是摩定 就說 在當時 這個 每一個這個基層的社會 都按照十五連做制的這種精神 來實施 就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以五家為單位 這個把民眾組織起來 這個相互的監視 如果你拒絕上戰場 就是逃避 這不叫你上戰場 你不肯 就是所謂的逃避 逃避 要連累你所有的家人 就是說 你說 我還是覺得上戰場不好 我情願不要去追尋這些爵位 那不行 你還是得上戰場 否則 不只處分你 還要處分你 跟你同住的這些家人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等於是整個秦國 他都是一個以軍法來統治的 國家 其目的是要達到家家歸農 人人奮戰的這樣的一個境界 在中國時代 各國都積極的鼓勵人民上戰場 可是只有秦國推動了這樣的政策 而且其效果也非常的可觀 我們知道這個秦後來就變成整個 這個戰爭之中的最大的勝利者 當然是跟這個政策的推行有極大的關係 那相對於秦國這個授與爵位 用爵志來驅使人民上戰場 其他的國家的做法不太一樣 比如說像齊國 齊國這個他驅使人民上戰場的好方式 是說你只要立了戰功 我就給你財富、錢財 這樣的做法有他的問題 因為當士兵有了財富 他往往流於唯利是圖 也就是士兵只是為了財富去上戰場 因為我只有財富 你只給我財富 你沒有給我其他的東西 那最後呢 財富反而成為一種貪生怕死的根源 就是說我一開始沒錢 所以我就勇敢的上戰場 這個中國有一句俗話說 鬼都怕光棍 光棍就是一無所有的人 這種人最可怕 因為他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你給這些人錢 他就為你上戰場作戰 可是問題是當這些人富有以後 他就不再肯上戰場 我已經有錢了 那我應該留著我的生命 來好好享受這些錢 對不對 比如說你光靠著錢 來吸引這個士兵為你作戰 終究有他的局限 不像這個秦國 他一方面是用絕制 因為絕制為你帶來的不只是金錢 還有帶跟你帶來財富 這個權力地位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 又用十五連坐治 嚴格的驅使你 你想要偷懶都不行 那問題就很來了 為什麼秦國可以做到這一點 而東方的其他國家做不到 其實還是跟整個當時秦國的環境有關 要實施這樣的基層控制 它的前提是人民不能隨便的移動遷徙 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這個我們身處的時代 是一個高度流動的時代 人到處跑 我想在座各位都來自於很多不同的地方 不是只有來自於台北 對不對 然後我們也常常會出國 所以在我們這個時代裡頭 政府控制 要控制我們 相對而言其實比較難對不對 就是說因為我們到處跑 政府要怎麼控制我們 可是現在政府控制我們其實還 算還算蠻有效果 當然不是百分之百有效 那為什麼現在政府可以做到這一點 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現在政府搞得清楚 我們現在身在何處 其實因為有電腦 因為有電腦的實線 電腦的連線 讓很多政府對我們的管制都非常的清楚 比方說各位出國 你的護照在這個桃園機場 或者小港機場這樣一刷 你的訊息就已經傳到你所 你戶籍所在地的這個 戶政事務所 什麼什麼鄉鎮公所 等到你在桃園機場入境 你的護照一刷 這個資料又再傳進去 也就是說你可以想像在1000年前 那個沒有電腦的時代以後 人到處亂跑 那政府就慘了 他沒有辦法控制你 他沒有這些現代化的通訊設備 人跑掉以後 政府對你的掌控就變得非常的困難 所以政府要牢牢掌控人民 最好的辦法就是人民不要牽扯 人民呢 各安其業 那最好的業是農業 為什麼是農業 因為農民是附著於土地 對於農民而言 他失去了他耕作的土地 他就很難生活 對不對 也就是說對農民而言 他們是最不願意遷循的 所以所謂的安土中遷 基本上是一個農業社會下的這個價值 那可是我們也知道工商業 就會導致人民的遷循跟移動 特別是商業 因為商業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讓資源流動 商業是靠著讓物資資源的不斷的流動 從多的地方到少的地方 從少的地方到多的地方 這樣不斷的流動去創造財富 對不對 所以商業一定會造成人的流動 因此你要實施這種軍政與行政體制合一的政策 最好的環境就是一個農業為主的社會 工商業都不太發達 工商業都不太發達 多多數人民都是農為主 所以為什麼我們看到這樣的概念 這種以軍政與民政合一的行政組織 它搭配的是那種兵農合一的這種理想的 這個來進行 就是說這樣的體系 它基本上是要在一個農業為主的社會 那我們也知道在戰國時期 以各國的經濟狀況而言 秦國是最為落後的 也就是說它的工商業是最高的 它還是比較傳統 它整個經濟的形態比較傳統 是一個以農業為主 所以可以在這樣的環境下來推動這個政策 從表面上來看 秦國推動以軍領政的改革 它結果非常的成功 秦是最後軍事上的勝利者 他們統一了中國 可是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恐怕不能只想到這個正面的結果 就是說那個軍事上的成就 我們應該從一個更寬廣的這個角度 來思考這種以軍領政的社會 它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就是說其實大家可以想一想說 你願不願意生活在這種以軍領政的社會 我們的國家看起來非常的強大 非常的光榮 這個武功卓著 可是問題是你生活在這個社會 到底舒不舒服 是不是適合人居住 這恐怕是另外一個問題 好 以軍領政的後果到底是什麼 我想我們第一點先要跟各位說明的 就是說後代儒者所羨慕的賓農合一體制 看起來不是什麼三代聖王之制 這個中國傳統的儒者 到了漢代以後 他們經常提到 所謂賓農合一的這個軍事體制 他們認為這是三代聖王的推動的體制 可是我們在我們現在看起來 賓農合一它不是什麼儒家的聖王的體制 它其實是戰國時代法家思想的弱勢 我們都知道像管子 像商鞅 這個都是所謂很典型的法家的思想人物 所以他們所強調的這種賓農合一 強調這種軍政與民政體制的結合 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明顯的這個法家的思想 它其實基本上應該不是一個傳統的儒家的概念 這個儒家不像法家那麼愛作戰 對不對 這個大家讀多文語應該還記得 這個孔子說一個國家這個有三個條件 這是兵 食跟信 對不對 然後一個國家要成立 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是兵 第二個是要人民有飯吃 第三個是信用 對不對 所以然後那選人說那必不得已而去之 第一個應該去了哪一個 他說去兵 對不對 這個兵可以是優先可以被放棄的 所以儒家亦夫否認這個軍隊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但是他認為這是可以放棄的 可是法家顯然不是 非常非常強調這個戰爭 強調這個兵農的結合 好 所以這第一點 就是我們現在跟傳統儒者 恐怕對於這種兵農合一的這種概念的這個認識就不太一樣 所以我不認為這是什麼古代聖皇之子 這應該是一個法家思想 第二個是這種兵農的結合 他要求是行政組織跟體制追求一種形式上的簡單整齊與一致 這我們剛才講過 五 五十 兩百 兩千 兩萬 這種行政體制的規劃看起來既簡單又整齊 而且要全國來推動 可是事實上這樣的概念沒有辦法符合現實的狀況 沒有辦法符合現實的狀況 對不起 沒有辦法符合現實的狀況 形式上的簡單與現實狀況之間會產生落差 這種落差 黃仁宇把這樣的一種這樣的概念稱之為肩架式的設計 他說這種落差是必然存在的 因為統治者在規劃行政體制的時候 他指出擺出了一個簡單的股架 簡單的股架 他叫做肩架 就是說一個很簡單的股架 可是他中間那個血肉是非常非常不確實的 就是那個簡單的概念 能不能落實前股 不能落實 沒有辦法絕對落實 那你說完全沒有血肉 其實也不是 因為部分的落實可是有很多地方是空的 那這個問題在一個小國寡民的社會裡頭 問題還比較少 就是說小國寡民嘛 這個一個國家地方不大 人口也不多 我去追求這個簡單的一致性的政治結構 然後雖然他中間會存有一些落差 這些落差大致上我們還搞得比較清楚 因為人民不是很多 整個行政體制並沒有說數量龐大到 我們沒有辦法掌控 但是當這種肩架式的設計 形成一種政治傳統以後 當秦國統一了中國 他就把這樣的政治設計落實到整個中國 那中國已經當時統一後的中國已經是地廣而人重 地方非常的大 人口非常的多 碰到這個這樣的一個環境 你要落實這種肩架式的設計 問題就會越來越多 而在中國的歷史上 我們基本上看到了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歷史 他在政治上是所謂的早熟 很多人稱之為早熟的這種政治文化 比如說中國人在距今2000年前 就建立了大一統的帝國 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文明可以跟中國相比 這麼早就開始進入大一統帝國 一個中央政府統治如此廣大的土地跟眾多的人口 那其實他怎麼做到的 其實他憑藉的就是做肩架式的設計 就是中央政府對全國一致的推動一種簡單的政治設計 那至於這樣的政治設計能不能絕對的落實 中央政府並不完全的要求 因為我們知道中國這個領土這麼 這個國家這麼大 然後各地方差異非常的明顯 那你要設計出一個一致性的體制 然後適用於每個地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中國的政治文化就變成是 我推動一個全國性的制度 那至於這個制度能不能在每個地方都落實 我就對他睜一隻眼一隻眼我就容許 我容許很多不能落實 所以這樣的概念就變成為什麼中國後來形成大一統帝國 而且在後來的2000年裡頭 統一是常態分裂是少數 多數的時候都統一 因為中國的政治文化就是在追求這個文化 簡單與一致 認為簡單與一致 然後認為統一是好的 所以大家追求這個 那至於簡單與一致實施之下的那些種種的問題 就視而不見 可是那些問題其實不會消失 而且隨著時代的演進 隨著中國人口的增加 這個問題其實越來越嚴重 嚴重中國行政制度的學者 其實都指出了一個有趣的現象 當秦漢時代 中國剛開始進入大一統政府的時候 中國的基層行政組織就是縣 這個縣這個中國行政組織 歷2000年都沒有變 就中國整個進入帝制時期以後 最基層的行政組織就是縣 這個單位從來沒有變過 2000年從秦漢時到清都沒有改變 而且它的數量也沒有太明顯的增加 那可是你要想一想 從秦漢到這個秦漢 中國的人口是翻了多少倍 所以倍數的在成長 倍數的成長 可是它基層的行政體制很大變 那其實你就可以想像 時代越後政府要統治越困難 上面的結構還是非常簡單的 底下的狀況也變得非常非常複雜 那最後產生的結果其實就是 在上面的中央政府越來越搞不清楚 基層在做什麼 就是一開始是容忍 就是說為了追求簡單移制 我就容忍基層出現落差 可是隨著時間越來越大 這個落差就大到不可想像 我們隨便舉個例子 比方說在明代這個王朝 將近三百年 然後如果你去看政府帳面上的人口數字 從明代前期到明代後期都沒有什麼改變 帳面上的人口數字就那麼多 可是事實上我們都知道在這個三百年之間 中國的人口增加了非常的多 那為什麼帳面上的數字沒有什麼變化 因為很簡單 中央政府叫基層去報這個戶口數字的時候 他每十年叫縣政府要報一次人口數字 然後我們現在就看到一些很有趣的資料 比方說有一個縣 他連續報了十次 那你就是多久 十年報一次連續報了十次 一百年對不對 那一百年裡頭 他報了十次人口數字 那個人口數字都一樣 每次報都是那個數字 那你說這怎麼回事 很簡單嘛 就是說你叫我報我就抄 你叫我報這樣 然後我就把十年前的老檔案拿出來抄 所以那個如果基層都這樣做 那上面掌握的數字 你看跟基層落差有多嚴重 所以我說的數字 在中央政府所掌握的數字 基本上都不太變動 會不會有什麼變動 因為在基層報的時候 基層就是抄之前的 他從來不如實的反應 這就變成中國在日後行政上面的 一個大問題 就是在上面的中央政府 已經搞不清楚下面到底變成什麼樣子 這讓我們在之後的課堂上 還會繼續的討論 我們這邊要說的就是 為什麼中國後來政治文化變成這樣 我覺得是跟這個在戰國時期 因為這個統治者追求軍事的這個成就 將行政體制要與軍事動員相配合 而形成了這種一種簡單一致性的 這種行政規劃 我覺得是有很大的關係 然後這種以軍以政的另外一個惡果是 平軍公正官 他其實基本上是文武官分分 只要你有戰功我就跟你關係 那結果是戰戰之將 未必為致名之良力 你可以想像 一個會打仗的人 他不一定是好官對不對 可是在這種以政的時代 就不考慮這種問題 為了實施這種以軍領政的體制 政府是壓抑經濟文化與學術的發展 為什麼政府有意識的壓抑軍事經濟文化跟學術的發展 因為要讓人民乖乖的聽話 我們剛才講了 如果經濟發展起來了 人民就開始從事貢商業 人民就開始移動 所以要縱農而易商 縱農易商是中國歷代政府的 一再宣誓的價值 那為什麼歷代政府都要推動這樣的概念 其中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控制 因為農民是比較好控制的 商人是最難控制 因為他到處跑跑去 所以為了有效的控制 要壓抑經濟的發展 同樣的也不要學術文化發展 為什麼 因為要使人民愚昧 人民愚昧了 就容易來控制 這是法家的概念 法家強調第一個要打壓商業 第二個要打壓知識 比方說我們看一下商君書 這個脫名商鞅的作品 它是一個明顯的這個法家的思想 商君書有一篇就叫農戰 就是宣揚這個農戰合一的理念 在農戰裡頭有這樣的一句話 我們大家來讀一讀 善為國者官法明固 不認治律 這邊知是智慧的智 這個在古文裡頭是一個字 他說一個生於統治的治國的人 他要做到的就是讓這個整個法律規定非常的清楚 而不需要智慧 他不需要鼓勵什麼學術 不需要鼓勵知識 上座一 故民不偷贏 則國立團 國立團者強 國好言談者消 在上會者只要堅守一個理念 一個標準 一個政策 那這邊所謂的一 就是指農戰 這個一個東西 整個國家只有一個家旨 這個國家就是農戰 這個就是農戰 所以他說你堅持這個單一的價值 所有人民都被你動員起來 他們不會偷懶 不偷贏就偷懶 國立團 團就是凝聚 國家力量凝聚起來 這國家強大 那一個國家如果追求知識 喜歡言談 這國家就完蛋了 那他底下就說這個 詩書禮樂 善修人言辯諱 國有實者 尚無實守在 國以實自捨 敵自必消 不治必品 他說一個國家 有十個東西是不能要的 詩書禮樂 善修人言辯諱 這其實就是儒家 儒家所宣揚的一些傳統的價值 在法家看起來 這些都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東西 他說因為 因為你去提倡這些知識 提倡這些學術 就只會讓你的國家變得更衰弱 敵人來攻打你的時候 你一定會失敗 讓你的國土 越來越少 如果敵人來攻打你 你的國家會變得很貧窮 國去此實者 敵不敢誓 雖誓必確 如果你跟國家沒有這些東西的時候 沒有人敢打你 因為他只要來打你一定輸 然後底下又說 心必而伐必取 岸民不伐必富 一個國家如果做到 不要施書禮樂這些東西 他們去攻打人家一定會勝利 如果他不去攻打人家 他也會變得富有 國好利者曰以難攻 以難攻者必行 一個國家最求的是軍力 最求的是力量 他就很難被攻打 別人沒有辦法來攻打 所以這個國家會興盛 如果國家是好言談好變者 曰以易攻 以易攻者必無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生活在那個時代的秦國 當然你什麼都沒有 就是乖乖的去農耕作戰 其他東西對政府來說都是不好的 都是要壓制 在這個時代裡頭 由於戰亂的平凡 然後法家極力的鼓吹農戰 當然引起其他這個思想家的反彈 所以在這個時代我們同樣的 一方面看到像法家這種鼓勵戰爭 這個歌頌農戰的這種思想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聖戰的思想 強調這個戰爭是不好的 比方說老子以後就有這個 冰者不祥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的觀念 冰是不好的東西 不要去追求他 這當然很明顯是針對這種法家的思想而發 然後這個戰爭是最破不得已的手段 簡單來說這種法家的農戰思想 是請全國民眾之力來維護統治者的權利 跟國家的安全 基本理念就是這樣 整個國家只有一種價值 這個價值就是農戰 那其實結果就是 把國家所有的力量都用來 維護統治者的權利 跟所謂的國家的安定發展 那最後的結果是他不能夠長久 他在一個時間後可能軍力非常的強盛 可是時間一長他就會衰落 你想像嗎 我不知道有沒有要住在這種社會 要我是不要的對不對 你什麼都不能 你的一切到了戰爭時候 都被政府動員去上戰場 然後這個人民存在的價值 只是為了追求國家的軍事的勝利 這個時間一長誰能夠忍耐 我們可以想像這個秦國在統一六國之後 卻這個很快的衰落 當然主因就是來自於人民的反復 一直使用這樣的做法 長期而言是沒有辦法得到人民的支持 所以法家推行農戰 最後終歸於失敗 這個我想到底在此 是否說了 我們會想像這個秦國在那裡 有一個人做法 是不如是 我會想像這個秦國在那裡 想像這個秦國在那裡 是不一樣的 有一個人做法 有一個人做法 我們的秦國在那裡 你一定要有一個人做法 感谢观看